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乔老爷医学新闻评论时间 我是乔学英 今天是2020年9月17日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 CNN对牛津疫苗重启临床试验的决定 有所质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订阅和分享 好了 现在进入正题 我在9月16号发布了第75号视频 在那个视频中 我提出了对英国牛津疫苗 重启临床试验的一些疑惑之处 也点出了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 其实我在做那期视频的时候 内心还是有些最最不安的 因为似乎只有我一个人 在拿着放大镜动看细看 其他的媒体呢 其他的科学家呢 都去了哪里呢 安静极了 安静到我几乎要放弃那个视频 但是为了我们的听众 我还是决定把它发布了出来 至少它可以帮助我们 在选择疫苗的时候 有所依据啊 事实上 我们是逃不过被扎一针新冠疫苗的命运的 有些人都已经被扎上了 今天我终于遇到了知音 我终于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拿着放大镜东看西看 CNN在今天也就是9月17号的傍晚 它发表了一篇质疑牛津疫苗重启临床试验的文章 由于它的内容比较丰富 我觉得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 以便对我昨天的视频有更深一步的理解 这篇文章的题目为 中文的意思 就是AstraZeneca这个牛津疫苗研发上的内部调查报告 对疫苗的受试者在试验过程中发生的神经系统疾病 有了更多的信息 文章的一开始 就说CNN得到了一份有关这个不良事件的公司的内部调查报告 那份调查报告介绍了那位受试者在接受了第二剂疫苗以后 被确诊得了恒冠性脊髓炎 并于9月5号住进了医院 这份调查报告的完成日期为9月10号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的病例叙述这个账节中说 有一名受试者在6月初接种了第一剂牛津疫苗 情况良好 他在8月下旬接受了第二剂 可是在接受了第二剂的几天后 在9月2号 这位受试者在跑步的时候 他被绊了一下 当时只是晃了一下 并没有摔倒 也没有伤到颈椎骨 报告说第二天 他却感到行走困难 身体疼痛、手臂无力和躯干麻木等等疹状 他于9月5号被送进了医院 AstraZeneca的调查报告两次提到了 那名受试者被确诊为恒冠性脊髓炎 报告还说 他所看的神经科医生也认为 他的疹状与恒冠性脊髓炎相符合 显然公司早就知道这个不良事件 是一个确诊了的恒冠性脊髓炎 可是公司却一再地告诉大家 那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疾病 为什么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大家值得去想一下 是因为这个公司其实并没有必要 为了要隐瞒这次病情 而去隐瞒这个疾病的名字 试想 无法解释的疾病和恒冠性脊髓炎 有什么分别 无法解释的疾病可以带给你的想象空间很大 而且你的想象一定会是严重的疾病 否则为什么要停止试验呢 可见 什么恐怖的疾病都可以在你所想象的图片中出现 这有什么好的 它没有任何好处啊 那么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值得想一想吧 锻炼一下我们的分析能力吧 你们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们理解的答案 这个答案没有对错 只要自己认为合理就可以 我暂时就不把我理解的答案在这里告诉大家了 好了 继续CNN的报道 报道中说 那份调查报告强调在其他的受试者中没有发现类似的病例 也就是说恒惯性脊髓炎这种病例在这个临床试验中独此一例 言下之意也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偶发事件 显然这是一种暗示 偶发事件没有关联 难道说调查人员不知道以前还有一次引起这个临床试验暂停的不良事件吗 那一次是有另一个受试者在试验中得了一种叫做多发性硬化症的疾病 我在上一期75号视频中对此有过描述 多发性硬化症和恒惯性脊髓炎发病的原理非常类似 所以这两次不良事件的关联性那是不容忽视的 也可以说这两次发生的病例是类似的病例 那么为什么这个报告特意把这两个事件看作是两个不同的没有关联的疾病 难道仅仅是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名字吗 这里面会不会有误导的成分呢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更清楚的说明一下 我们就以大家知道和熟悉的新冠肺炎为例 新冠病毒的感染可以从鼻腔开始引起嗅觉失灵 如果进一步进入呼吸道深处就会引起肺炎 如果有一个病人被新冠病毒感染了鼻腔 嗅觉失灵了 但是由于这个病人的免疫力非常强大 使得病毒还没有来得及向呼吸道的众生推进 就被杀得个片甲不留 死光光了 所以医生判断这个病人得的是嗅觉失灵 没有问题吧 可是另外有一个病人 新冠病毒的感染从口腔开始 由于这个病人的免疫力没有那么强大 病毒战胜了免疫力 并向呼吸道的众生快速的推进 导致肺部发炎 医生就把这个病人诊断为肺炎 也没有问题吧 可是如果医生告诉大家 今天只有一个病人得了肺炎 没有发现其他类似的病例 而这个病人所得的肺炎和另一个病人所得的嗅觉失灵 这两个病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你认为妥当吗 如果我说这位医生不是无知就是误导 而他因此告我诽谤了他 也毁坏了他的名誉 现在我请你做法官 你会判我的诽谤罪成立吗 你可以在留言区宣布你的判决 请发自内心的判 大胆的判 无论什么判决我都会接受 我需要知道我的看法是否与大家相同 回到我们的话题 不仅仅是追逐利益的公司在隐瞒 就连追逐名誉的学者也在隐瞒 CNN的报道说 由于这名受试者是在英国加入临床试验的 由牛津大学负责 可是在牛津大学大学网站登载的 在9月11日被更新过的那张受试者信息表中 还是标示着受试者得的是无法解释的神经系统疾病 难道不是9月10日调查报告就完成了吗 调查报告中不是多次强调受试者得的是 确诊了的恒惯性脊髓炎吗 显然牛津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 也开始学会作假了 最近有报道报道了中国的医生 科学家有大量的学术造假的问题 可是看来这种造假可以发生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 我真的纳了梦了 在当今这个世界里 学者们追求真理的风范都去了哪里 看来我们这些平头百姓 还真的需要不断的用知识来武装和保护自己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 调查报告继续说经过独立的调查 这些疾病不太可能与疫苗有关 换句话说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肯定这些疾病与疫苗有关 我在上一期第75号的视频中描述过这两个疾病都是由于免疫系统因失调而攻击了神经纤维的保护层而引起的 这两个疾病也都可以是由病毒诱发的而牛津疫苗的本身就是活的病毒 我不算是顶级的专家学者 可是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一种致病的途径 那就是疫苗作为活的病毒被引入人体 人体应该被诱发出正常的免疫力 可是在少部分的人体中或许这种免疫力的诱发有点过了头 而过头的免疫力反而攻击了神经纤维的保护层导致了神经性疾病的发生 这种神经性疾病可以是多发性硬化症也可以是横贯性脊髓炎就是这么简单 怎么就说不太可能与疫苗有关或者是说没有证据呢 有人或许要说你说的只是可能性它不算证据 没错我讲的就是可能性如果我讲的是证据的话那还了得 然而即使是可能性还是有价值的 疫苗的研发团队就是要设法排除我讲的这种可能性 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排除我可以告诉他们 比如他们可以检查发生炎针的部位 如果在那个部位没有发现用作疫苗的腺病毒 而发现了其他更容易引起脊髓炎的病毒或细菌等病原体 那不就可以说明这个脊髓炎不太可能与疫苗有关联了吗 问题是他们做了吗 CNN继续说 AstraZeneca公司就这两次不良事件与公众的沟通方式 使一些科学家担心该制药公司对其冠状病毒疫苗试验的过程并不完全公开透明 可悲啊 这些科学家还在担心 事实都已经摆在面前了 他们还在担心 其实这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媒体所写的像骂俄罗斯那样的 简直愚蠢至极 或者是引起科学家的愤怒之类的标题 可是都没有 只有有些科学家质疑或者是科学家们希望等等不痛不痒的题目和内容 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更有些顶级的专家认为 这万分之一的不良事件根本就不应该让临床试验暂停 这不就是我在上期视频中说的那些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来理解的那些科学家的思维吗 你们或许认为没有这种科学家 有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也就是公认的美国的顶级防疫专家Falty博士 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他认为受试者所得的疾病是截至目前为止的一个单一事件 而基于单个不良事件完全停止试验那是不正常的 他说我们必须格外小心 要看看是否再次发生 如果再次发生 那就完全不同了 天哪 Falty博士看来还不知道这次事件是这个临床试验的第二次暂停了 或者是他知道这是第二次不良事件的发生 但是认为这两个不良事件 多发生硬化症和横贯性脊椎炎之间没有关联 看来这位顶级专家的知识面还不如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是第二次这个临床试验的受试者得了神经系统的疾病了 而且这两次不良事件涉及的两个疾病的发病原理和诱发因子又是那么的类似 这已经完全符合Falty博士所为的如果再次发生那就完全不同了的条件了 这已经是如果再次发生的再次发生了 唉 我对Falty博士的这种不经意囚禁的态度还是比较失望的 可是幸运的是并不是每个顶级专家都是这种态度的 根据CNN的这篇报道 美国国立研究所的最高阶层的领导人非常担忧这个不良事件 这给生活在美国的平头百姓带来了些许安危 CNN继续报道说 透明度和公众信任是结束大流行并恢复正常的关键 如果人们不信任疫苗 他们可能会决定不接种疫苗 CNN的报道还证实了目前的这次暂停 还不是牛津疫苗临床试验的第一个暂停 报道说 AstraZeneca公司在上周透露 7月份这个临床试验就曾经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停顿 当时另一位受试者被发现患有未经确诊的多发性硬化症 但是被认为与疫苗无关 CNN质疑 为什么公司没有解释得出与疫苗无关那个结论的依据和方式 CNN也质疑那个公司为什么没有解释 为什么要等了一个多月以后才公开提及上一次的不良事件和那次不良事件的调查结论 贝勒医学院的疫苗学专家也是CNN医学分析师Dr.Hotis说 如果他们在透明度上继续糊弄美国人 美国人将拒绝接受他们的疫苗 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位比Falty博士更接近我们平头百姓思维的有骨气的科学家了 其实我们平头百姓也知道 这个世界没有实权实美的事物 我们要真的是一个透明度 我们需要真实的完整的数据来对各种不同的疫苗做选择 在这个世界上 好的新冠疫苗可不止牛津疫苗一个 即使你们认为所有的疫苗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属于问题疫苗 那也请允许我们在一堆问题疫苗中挑一个问题更少一点的吧 这就是我想要向大家介绍的一篇报道 虽然他的分析没有我的深入 可是在很多方面与我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请点赞订阅和分享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